天气凉了,家里有孩子,以前都是买秋栗糕喝,今天自己做了一大瓶,大人孩子都能喝,我买了8个雪花梨,差不多10均,把皮去掉,用擦板擦成绅,手切也行,梨糊我们就不要了,准备一把大枣,在中间切开,两个罗汉果用刀拍碎,这个是川妹,三克就够,用擀棉杖敲碎, 然后把大枣,罗汉果,还有川妹,都放到擦好的梨丝里,再加入两大块冰糖,用大火烧开,调中火煮10分钟,汤汁变得发红了,再放入30克姜丝,再煮10分钟 这个时候梨丝已经酥烂了,把火关了,晾一下,不烫手了,就把煮好的梨放到纱布中,把汤汁过滤出来,扎着就不要了,把过滤好的汤汁倒入锅中烧开 调中火煮就行,汤汁随着水分的蒸发,会越来越浓,颜色也变成了枣红色,当出现这种密集大泡的时候,就不需要加热了,把火关掉 趁热倒入玻璃瓶中,凉了就不好倒了,这一大瓶够喝一冬天了,凉了以后就非常浓稠,味道清甜,就是梨汁本身的味道 家里有孩子的,可以做点被的,偶尔喝一次,挺管用 如果觉得有用,麻烦给老弟点个双击,感谢您看完我的视频